我们刚刚提到了国军的三军总医院内湖院区 今天上午11点多发生了这起意外 因为电脑系统大档机导致全院的电脑系统都瘫痪 来看守的民众乱成一团 那么现在最新的情况怎么样呢 详细情形连线给记者妙孟杰 孟杰请说 好的观众 带您找到最新消息 在稍早的时候 三总内湖院区是传出了电脑大档机的情况 也导致了整个医疗系统出现瘫痪 你可以看到稍早我们掌握到的画面 在这个门枕外头的显示板 整个是一片黑 完全看不到现在到底是换谁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些民众有慌乱的情况 赶快上前来查看说 想要问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也因为这样呢 其实刚当时院方是全部都改成了纸本作业 人工来书写 也导致整个效率变得非常的慢 有一些民众真的是等了非常的久 而在刚刚呢 三总也派出人员做出最新写事 来听一段最新说法 没办法看啊 都没有资料啊 连电脑都坏掉了 怎么会是 怎么看你 都看不出你的病例吗 对 都看不到 所以你再等了三个小时 对 今天中午我们发生大概11点20左右 发生这个当机的部分 造成民众的不变 我们这边深表深深的歉意 那因为我们出查 初步的原因大概是网路设备的故障 那我们经过我们的人员积极想修 大概在1点20左右 也陆续在恢复 那唯一现在的是网路会比较慢 那这部分我们在这边也在 我们的资讯人员也在持续的 在做修复当中 可以听到这个三种院区呢 是对于这一次的事故表达歉意 其实他们也说在几年前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 当时也是紧急的启动纸本作业 那么这一次也是 不过当然也因为这个事故 导致很多人今天看诊的时间又拖更长了 好以上现场为您找到最新消息 再把时间召唤给朋友